江玉民退役后沉寂了30多年的中国女子短跑 在1997年石破天津 在第八届全运会上 陈嘉全的老乡来自四川的李雪梅 以10秒79的成绩夺取了白米冠军 成为我国第一个 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个白米跑进11秒的女选手